《天使与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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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天使与魔鬼》 為什麼有時師傅有生意都不遠足? 作為平台 我們每個月都會處理 過百宗工程案 當中很多業主 都會利用自己早前遇過 或者見過一些工程公司 給過他們的報價單 就叫我們幫忙 根據當中的內容 給他們報價 今集邀請了屈工程代表 上來這個節目 講一講這個話題 他會講一講 在工程公司面對這些情況下 他們背後的內心是怎樣想的呢? 《天使与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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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知,你我的樣子是怎樣,你都不知 就不分,叫我公家 所以說句話,在街上,坐在街上,你都不知 我哪個了,硬不硬啊 跟著我好麻煩啊 大家聽完這位工程代表說的,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其實我們都明白的 香港人工作壓力大,時間又長 所以很多業主都希望將自己的工程內容,好像賭帽派出去 就收到不同的工程公司報價,這件事我們都非常明白 但其實現實是,一單成功的工程 其實很需要業主和師傅之間互相溝通和建立出來 另外就是,每一間工程公司或者師傅 其實他們對於在每一個工程的描述 或者施工的方法,其實大家都各有不同 假設你要師傅根據上一首的報價的內容 來作出一個報價的話 其實師傅很難作出一個總學的報價 所以大家在找工程公司報價時,千萬不要懶惰 要花多點時間下去處理 如果大家看完這一集 有些什麼想和我們,或者和大家分享的話 歡迎大家PM我們,或者在影片下面留言,開心分享 這集的時間差不多,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Серг我的評價 一個請 Je quelques 往二順 從我把它聊進來 今天我們下集再見 這麼小